今天呢听小白说 他的哥哥有1000亩地 然后其中有100亩包给银行 种那个黑枸杞 我就觉得特别好奇 为什么银行会包这个地 来种黑枸杞的干嘛 大家看这地里面 这块地里面主要种的是黑枸杞 赵文哥 刚刚你说是租给银行了 为什么银行会租这个地 因为这里面有个人叫银行 他姓刘叫刘银行 名字就叫银行吗 这个叫银行 这个大哥 你名字就叫银行 这么威武霸气的吗 你是做多少亩地 150亩 你是哪人 河南 河南哪的 河南走坑 那你这个黑枸杞你这150亩投了多少钱 投了30万 一年投了30万 你觉得今年大概能卖多少 现在不知道 这个不好说 现在 这30万分别是一些什么费用 就是苗子呀 飞料啊 农友呀 还有这个地主啊 人工呢 对还有人工 你感觉今年60万能不能买的 应该差不多吧 我能不能买 光头 你自己的名字叫银行哥 你给人家 就直接叫光头 叫强哥 叫强哥 像你们 其实这100亩地的话 你觉得你几个人能管过来 几个人 4个人管 然后呃这个有的时候请工人的话 一次要请多少个 刚才的在庙的时间请的多 请了20多个了 那个时候是200多一天啊 三百几年 三百 就是200多 270 270 一天都是 将那么5000多块 五六千的工 工资开支 那一天一天白花花的银子 就这样流出去 因为工人的工资都是限节嘛 每天下午限节 那你那你这个100亩地是四个人一起 大家一起租的吗 你一个人租的 我一个人租的 一个人租的 然后平时其他三个人也帮你一起看着 哎对 不像那都是故人吗 你你感觉这个种地难不难 难 难得很 今天好多都没做嘛 好多都没解 这个是有很有技术含量的吗 对 像你这种需要去学一下吧 比如种黑狗就需要去学一下 人家专业技术吧 那我就给他学了 跟强哥学的吧 哈哈哈哈 祝你今年一次性赚个40万 超过30万 还有三养鸡 啊 还有三养鸡 哦对 这边有鸡 然后这边还种的有鸡 不是这边还养的有鸡 不是种的鸡 我有的时候说话 一激动说话就有点的啥了 小伙伴们这就是种地啊 你得每一天都泡在地里面 三养鸡一般是一年有多少天都在地里面 几乎都在地里面 几乎每一天都在地里面 对 哎呀 这真不是一般人都受得了的 看太阳这么独这么大 天哪银行居然是那位大哥的名字 大家不要听到这个 种黑枸杞啊 感觉赚钱 然后又开始捣鼓这些了 千万不要这样 因为隔行如隔山 还有同行不同利 任何东西它都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